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不管你有没有出游 只要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屋檐下面 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就是一家人 不管是从美国来的 或者是过去存在我们当中的 我们都是在主的里面 我们彼此连结 现在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你旁边的这些 在主的家人打一声招呼 不管是一个点头 微笑 我相信都是一个连结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路斯基教堂 彼此连结 并且我们一起来敬拜那位独一的神 我相信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候 然后我相信今天更是我们认识神的时候 我今天的题目叫做全地的上帝 那全地的上帝 其实这一段我要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是有关于实灾的故事 但是因为实灾的经文 实在是太长了 然后实在没办法 如果念完的话 可能时间花了很久 所以我主要的是 灾药这一段的很重要的经文 那我们一起来翻开出埃及记的第七章 我们一起来翻开出埃及记的第七章 第四节到第五节 在两段圣经的七十六页 两段圣经的七十六页 如果你旁边还没有翻到 你可以帮忙他一下 因为我们在主的就是一家人 我们彼此互相的帮忙 我们翻到我们就一起来念 但法老并不听你们 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 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里出来 我伸手攻击埃及 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里出来的时候 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 那我们发现 其实在一开始今天的分享的时候 我想讲一下大家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有手机 发觉其实手机的功能 从我们认知开始是通电话的功能 之后 这个手机一直在变化 我们的现代人好像不断的不断的 要学习认识我们的手机 过去手机可能只是讲电话而已 后来可能当的是闹钟 时钟 有时候我们会当计算机 甚至我们现在很多的行事力 地图都是从这边来看的 甚至现在手机还可以当遥控器 还会提醒你 什么时候要买牛奶 手机不断的变化 要不断的去认识 可是我发觉身为基督徒 最重要的其实是认识上帝 认识上帝比认识手机更加的可贵 更加的美好 就好像一个近视眼一样 与其不断的去要变 如果你没戴眼镜 你会发觉说你看不清任何的东西 与其要辨别前面中的影像 不如配一副好的眼镜 当你戴上一副好的眼镜的时候 虽然眼前的景象物体都没有变 但是你看东西的角度 看东西的结果不一样了 不是用自己的眼光 而是有一个 抽过一个眼镜看清楚 更加的清楚 这个事情表达是什么 所以我们也要戴上一个鼠林的眼镜 让我们不是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世界 而是用造物主的眼光来看待世界 圣经这样说 在和西阿书六章三节这样说 我们勿要认识耶华 竭力追求认识他 他出现雀如晨光 他必临到我们像干雨 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般 我们勿要认识他 约翰福音也这样说 第十七章第三节这样说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采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所以认识耶华 是我们一直要去寻求的 这样的一个功课 好吧 那我们在一开始的聚会之前 我们开始分享上帝话之前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我们就来到你面前 谢谢你 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成为一家人 不但如此 你帮助让我们肢体之间 我们彼此互相的劝勉 让我们一起能够来认识 那位全能的上帝 求神你继续引导 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这样祷告洪水书的圣灵 阿们 好 第一段我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是出埃及记的 这一段的石灾 我相信在座各位都很清楚 石灾到底是什么 你知道有这个水便血 有青蛙 有这个蝗虫 有狮子 有各样的冰袍 有各样的方式 然后这些灾害 到底是要来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 其实石灾告诉我们的是 人并不认识他 人并不认识上帝 怎么说呢 在我们先从埃及的人角度来讲 埃及其实是一个多神宗教的信仰 他有很多的神明 每个神明都有他负责的区域 都有他负责的功能 有的是伊罗河是一个女神 然后他负责的是这个丰收 然后有青蛙 青蛙是负责生产 青蛙之神 每一个神都有每一个负责的区域 跟他负责的专场 然后埃及人呢 怎么看待这位耶和华呢 他们可能也会这样认为 说原来这位以色列的上帝呢 可能他会在某一个区域 可能是在这个迦南地的 可能是在某一定的功能 可能是呢 他让以色列人可以生产很多 生养众多 但是他们并不是很了解 以色列那位上帝 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其实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也有割礼 也有这些敬拜的仪式 但是他比较特别一点而已 他没有一个形象 这是埃及人可能对耶和华的认识 那对以色列人而言呢 这些上帝呢 可能更加的一点模糊 有点远又不太远 不太远的部分呢 他们可能会觉得 原来我们这个民族 有上帝的保守 所以我们还在埃及的 这样的一个权势底下 我们仍然可以过生活 但是比较远的部分 是发觉 好像啊信仰耶和华呢 并没有跟其他信仰的人 有特别好的地方 至少他们没有办法 有一个很自由的生活 他们没有办法 能够到处的去游走 他们过一个被奴役的生活 而且不但如此 他们已经过了好几代 他们可能对信仰上帝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非常的模糊 到底那位上帝 是什么样的上帝 到底那位上帝 能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到底耶和华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名字 对以色列人来说 可能也是很模糊的 我们可以看到 出埃及记六章二节 他说什么 出埃及六章二节 他说 我从前向亚伯拉罕 以撒亚各显为全能的神 至于我名 耶和华 他们未曾知道 他们未曾知道 就是以色列人 都不晓得 原来这个上帝 是一位全能的上帝 这是以色列人的现况 那甚至对于摩西而言呢 你发觉摩西 可能在某个程度上面 也不太认识神 为什么他八十岁 在领受上帝的呼召 然后出来服事的时候 能力 体力 口才 都受到限制 你看他自己啊 都不太相信 他真的可以服事神吗 我们看在五章二十三节 摩西怎么说 他说 自从我去见法老 奉你的名说话 你就苦待这百姓 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 摩西在当时候 觉得这位神 似乎很厉害 但是他一点都没有拯救 以色列的百姓 你发觉 其实在当时的人 好像没有几个 几个不管是埃及人好 不管是以色列好 甚至摩西本身 都好像不太认识他 反观 其实我们到现在 不是也是如此吗 如果你想想 在你周遭的朋友当中 是不是有些人 不管是什么神 都拜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神明 他都觉得 零可信其有 零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五 有的时候 而且他不但如此 有的时候还会因为 某些的特定的功能 去敬拜特别的神 比如说 要求婚姻 可能要去找月下老人 要生小孩 可能要找其他的神明 要什么公益 可能要找另外的神明 就找不同的神明 而且甚至这个神明 存在不同的环节当中 不但如此 现在的神明还更加的进化 什么意思呢 有人甚至认为 其实每个人失误 都是存在神在当中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 我举一个例子 在最近前阵子 在电影的少年拍 这个导演李安 这是一个国际名导 得到过奥斯卡的 当这个主持人 一个节目主持人 访问李安的时候 他问他 他对这个信仰的看法 是什么 他回答 李安回答 他这样说 是上帝创造人 还是人创造上帝 是上帝创造人 还是人创造上帝 当李安上台颁奖 自词的第一句话 他是说 感谢电影之神 感谢电影之神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他代表 某一个程度的意思 告诉我们说 其实好像我们可以在各样的地方上面 都可以看出上帝 只要在很美丽的地方 只要是有 可以让我们发出赞叹的地方 就是有一个上帝在里面 难道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不但如此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身边的基督徒 有的时候 我们发觉我们身边的基督徒 过得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好 信仰上帝呢 好像也没有脱离 那样的苦境 难道上帝真的眷顾他的百姓吗 甚至有时候 神的仆人正在服侍的弟兄姐妹 有时候也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 不太相信上帝的工作 以至于 当他神学院毕业之后 过了几年 他就离开 这个工作服侍的呼召 离开他的岗位 开始对世界退缩 开始对世界妥协 我们从过去的这些埃及人 以色列人 可以看到他们不认识上帝 我们也可以从现在的 我们身旁的基督徒 非基督徒当中 看到其实我们好像 不太认识上帝 那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发觉当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人不认识上帝 就有罪在我们当中 不断不断地产生 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说 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 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不认识上帝的 他们的心就昏暗了 不把神当成神 荣耀的时候 他们心思变成虚妄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那位公义的上帝 你是那位恨恶罪的上帝 你会怎么做呢 你会怎么做呢 你会实行审判 不是吗 所以在创 我们知道 在创世纪的挪亚洪水 因为神因为人的犯罪太严重 谁审判 在全地实行了洪水 在洪水当中 神把所有的活物 一切都灭了 然后在洪水之后呢 他跟所有的 活物跟人力的一个约 不再用洪水灭绝 但是我们发觉 虽然如此 但是人仍然在犯罪 仍然不认识上帝 那我们接下来 要看的是 那神 他是怎么样 回应这样的情况的 第二段要告诉我们的是 其实实灾 是让我们知道 神渴望 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 因为如果照着 神的公义来讲 人应该全部会得灭绝 但是我们的神 不但有公义 也有慈爱 所以他透过实灾 来教导我们 给我们机会 离开罪 来认识他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再从 刚刚的角度 来再一次再看 实在是怎么对 这些过去的 爱基人 以色列人 还有摩西说话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摩西 神花了八十年 培养这位传道人 用环境 束魔 魔造他的心智 之后 透过异象 火烧金的异象 来带领他 透过一些的神迹 透过一些的兆头 来坚定他的心智 然后我们前上一段的 讲到我们分享到 他透过祖府 让摩西更加的知道 其实神都一直 都在他的身边 不断的兼顾他 不断的引领他 那接下来是 对于爱基人来说 那实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如果上帝要审判 上帝如果是很生气的话呢 他会怎么做 如果人很生气 你打小孩 如果小孩惹你生气 你要教训小孩的话 你会有计划吗 通常不会嘛 马上就处理了 但是你会发觉 神管教爱基人的时候 他是有计划的 有次序的 我举个例子 当在 学者在研究这个 死灾的时候 他发现了 其实死灾 可以做一个分类 它可以分成三个循环 每一个循环 有三个灾 然后最后一个死灾 是最后一个循环 那么发觉 第一个循环 你可以看上上面的图表 第一个循环是水变血 河生蛙 然后土生变成狮子 然后这个第一个灾里面呢 其实在第一个循环 第一个 他都是清早摩西 站在巴老的面前 然后第二次呢 是摩西 可能到进到宫里面 来见巴老 然后第三个灾呢 是没有预警的 直接的临到 这个埃及人的身上 这是这个死灾上面的分类 然后不但如此 每一个灾的循环当中 也有一个进展 比如说第一个循环 你会发觉 不管是水变血 河生蛙 还有这个狮子的这个灾害呢 你会发觉 其实它只是造成了 生活上面的困扰 它并没有造成任何 食质上面的灾害 但在第二个循环当中 苍蝇 然后牲畜 这个感染疾病 然后人掌窗 同样的 它也没有造成一个 很大的伤亡 但是它造成的是 更深的困扰 你会发觉 其实上帝在这上面的管教 或是上帝在这上面的审判 不是像我们想象一样 好像索多玛 恶摩拉 一下子就把埃及人都灭掉了 把这些不信的人 都灭掉了 而是上帝透过时灾 慢慢的在告诉这些埃及人 祂是全地的神 我们再看第三个循环 第三个循环是降冰雹 然后还有蝗虫 还有一个黑暗 这开始不断的不断的 就威胁到他们的生命 所以你发觉 食灾当中 其实在上帝的管教里面 祂是有计划的 祂是有次序的 就好像创造一样 还记得上帝的创造吗 第一天到第六天 上帝按照次序 然后有界限的 把各样的生物 把天地万物都创造出来 从而在食灾这边 上帝的审判呢 祂并没有一下子的临到 好像整个埃及就全部的灭亡 而是祂还是按照着祂的次序 按照祂的界限 一步一步的带领以色列人 要来经历那一位全能的主 神是有秩序 有界限的 祂从一个混乱到秩序 祂使人从秩序 到不断不断的更加的认识祂 所以祂教导 在时代的这个地方 让我们看出很重要的一个真理 就是祂要教导这些埃及人 认识那位全能的神 不但如此 在这个时代当中呢 每一个灾呢 其实都是要应对不同的神明 比如说血便血 水便血 祂是要告诉埃及人说 其实祂比尼罗河的女神还要大 然后河生蛙 就是河里面冒出青蛙 祂告诉埃及人说 祂比那个生育之神青蛙还要大 当沙漠当中的土变成狮子的时候 祂要告诉埃及人说 祂比那个沙漠之神赛特还要大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在埃及人的眼光里面 其实神明是区域性的 是功能性的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 某些神明只能做某些的事情 但是神在这边要透过十灾 十个神迹奇事 要告诉埃及人说 祂比每一个神明 他们的埃及人所认识的每一个神明 都还要大 而且呢 比他们还要蛮有能力 什么都可以管 我们那一位全能的上帝 是什么都可以管 什么都能管 而且没有人 没有其他的能力 可以跟他抗衡 你发觉 当法老说 这个神迹奇事 我们的术士也可以做 可是这个术士要做的 其实很特别 他并不是要消除这个灾害 不是消除这个神迹 而是要复制这个神迹 就好像撒旦要伪装成光明的天使一样 他们想要复制 好像他们想要做神迹 跟上帝做一样的事情 但是你发觉到第四灾 第五灾之后 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连术士都说 这是神的作为 这是神的作为 所以实在要告诉我们的是 神 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 在各方面 在每一个层面 在每一个层次都掌握 不但如此 他还派他的仆人摩西 上帝不是只是说而已 说我说有灾害就有灾害 他是透过他的仆人摩西 他告诉摩西说 你去跟法老讲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上帝不直接做呢 其实他透过他的仆人 要告诉埃及人说 他说的 他说的都会成就 同样的 上帝也把他说的话 记在圣经里面 他所说的每一件事情 都会成就 所以神要让埃及人知道 他是全地的神 神不但要埃及人知道 他是全地的神 神也要让以色列人知道 他是一位全地的神 当在第四灾之后 你会发觉 上帝把灾害 特别把灾害 把埃及人 把以色列人 分别出来 什么意思呢 在第四灾开始 这个苍蝇呢 只会攻击埃及人 不会攻击以色列人 上帝要让以色列人知道 其实他是 他们的神 他是蒙眷顾的 他的能力 超过埃及的神明之上 超过他们的管辖 他是以色列人 跟埃及的神 不但如此 他还把以色列人 被分别出来 上帝一步一步地 带领埃及人认识他 上帝一步步地 带领以色列人认识他 上帝一步步 带领摩西来认识他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告诉我们 实在要告诉我们的是 我们要竭力地 认识上帝 不管我们的想法如何 我们都要竭力地认识他 你会发觉 在埃及人 有没有人开始认识上帝了 答案是有的 开始有人相信 上帝的存在 我们在出埃及记的 九章二十节 当耶和华要降的是 那个冰袍的时候 有人说惧怕 有人在圣经上面写 有人惧怕上帝 然后他把他们的牲畜 带到一个地方躲避起来 因此他们就 免除了灾害 不但如此 你会发觉 在出埃及记的后面 在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时候 有没有埃及人在当中 答案是有的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从 在以色列人 在发怨言的时候 他们说我们过去 在埃及地的时候 都吃这个好料的 都吃火锅 都吃锅类 吃西瓜 都是一些美好的食物 请问一下 牛腊可不可以吃到 这些食物呢 吃到肉 吃到这些美好的食物 答案是无法的 那意思就是说 表达的是 出埃及的这一批人呢 其实不只有以色列人 也有埃及人 所以 有开始有人相信 开始有埃及人相信说 这位神 是全地的神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坚持 让我们能够 竭力地相信 那位主 是全能的主 第二个 这个时代告诉我们是 身为神的百姓 我们要竭力地坚持 刚刚是相信 第二个告诉我们是要坚持 什么样的坚持 坚持上帝给我们的意向 坚持上帝给我们指示 在实在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有一个角色叫做法老 这个法老呢 其实他不断地 不断地 在改变 他的条件 摩西的条件很简单 就是百姓 全部的百姓 都要离开埃及 去侍奉上帝 然后法老一开始说 不可以 你们都不能去 然后在八章 二十五节的时候说 他受到一些灾害 他说 你可以去 但是你要在这边拜 在这里拜 但是摩西有没有妥协 摩西没有妥协 摩西说 不行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外面 去敬拜我们的神 然后在九章的 二十七二十八 法老说 你们去 你可以去 只要你祈求 让这个灾害消掉 你们就可以去 但是法老后悔了 在第十章的 第八节到第十一节 法老又说 你们可以去 但是呢 妇人跟孩子不能去 只有男生才可以去 我在想 如果是摩西的话 摩西或许会受到 一点引诱说 你看法老都这么 不坚持了 那我们要不要 降低一下 我们的标准 那反正只要我们 男生去敬拜 就可以了 但是不是 摩西仍然坚持 他领受的话 就是全地都要 侍奉 全民族都要侍奉上帝 所以到了第十章的 第二十四节 这个法老又说 你们都可以去 但是牛群跟羊群 要留下来 这法老最后的妥协了 我觉得相对于 摩西来说 或许这个还蛮诱人的 因为已经几乎 已经这个合约 已经完成百分之八十了 几乎都已经 可以成就了 已经可以交代了 但是你会发觉 摩西仍然坚持 上帝给他的意向 仍然坚持 他所领受的应许 就是全部的人 包括身处 都要去侍奉神 上帝 他是坚持 上帝给他说的 容我的百姓去 好 侍奉我 摩西如此的坚持 跟妥协 是成为我们的 力量跟帮助 不管后果如何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坚信的 依靠他 爱因斯坦这样讲 他说 在我们这个讲究 物质享受的时代 我有那些 具有真挚 宗教情感的人 才是认真 探索的人 在我们这个享受 在我们这个讲究 物质 享受的时代 我有那些 具有真挚 宗教情感的人 才是认真 探索的人 那问题是 你认识神吗 你认识神吗 这个时代告诉我们 上帝渴望 我们认识他 这个时代是审判 但是不只是审判 也有教导 他一步一步 引导埃及人 来认识那位 全能的神 很可惜的是 法老从一开始到最后 都不相信上帝 都不认识上帝 以至于灭亡 最后在他的眼前 那我们是法老 不肯听上帝的话的人呢 还是 我们是愿意 相信上帝的人呢 那另外一个问题 是要问基督徒的 那我们跟随上帝的人 我们会坚心的 依靠他 最近很流行的世界杯 有一个 这个足球的名将 叫做艾诺 他是属于 土耳其联盟的 然后今年呢 他被受召 成为卡麦隆的 这个中场的攻击手 然后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很有趣 他这样说 他说我们活着 就是要行在主的 实义当中 他觉得啊 在上场 除了代表自己的国家 比赛之外 还有一个目的 他说 我们活着不是信了主 就要马上上天堂 我们在这边 代表我们有任务要完成 我们有神命令的旨意 要去完成 因为他知道 在审判那天来的时候 上帝不会问他说 你在球场上 为我赢了多少比赛 不会问他 赢了多少奖赏 也不会问他 有多少球迷支持你 上帝只会问他 你为我的国度 做了什么 世界是否看到 因着看到你 而感觉到 上帝住在你的里面 你不像世人 宣扬 耶稣基督 为罪人死的福音 他知道的时候 主的话让他恍然大悟 让他知道 他活的原因是什么 他活的原因是因为 基督的死 使他成为 使他能够有平安 跟息的 基督的死 使他成为平安跟息的 我们认识上帝吗 我们认识那位全地的上帝吗 我们认识那位全地 都掌权的上帝吗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透过实在 告诉我们 其实不只有审判 而且你在这个审判当中 你不断不断地 想要挽回 你不愿意人沉沦 愿人人都悔改 求神你恩待我们 帮助我们 也让我们认识神的人 能够紧紧地跟随你 活出你美好的样式 愿神你亲自帮助我们 让我们以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们将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的圣明 阿们 请大家起立 我们一起用这首回音诗歌 你是我的一切 他是你的一切 在这里